用刚刚这个地方逻辑判断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变动 哪个地方 在range 特别注意 它第一个数字是它的起始值 第二个数字是它的结束值 第三个逗点 这边其实逗点 第三个参数是step step的意思是说中间间隔多少 如果说我今天加一个什么 逗点2的话 那表示什么 1的下一个间隔2 那就3 间隔2 5 间隔2 7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逗点2的话 那我其实 就其实可以不需要什么 根本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用这个地方 不需要做逻辑判断 为什么 因为我直接什么 直接上a的话 就等于是基数部分 当然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应该也是2500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你想想说上b怎么办 上b其实 想到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就把这个回圈 再复制一个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的初始值 改成2不就好 2 从2开始 然后2 4 6 8 10 一样到99 停下来 那提到98而已 因为99 就超过了 这100就停了 ok 那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上b 有没有 上b 然后输出的话呢 不就也是ok的 知心看一下 这样结果一模一样 那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好像这个是不是结构比较简单一点 ok 所以有时候啦 反正不管你怎么写啦 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先写第一种 然后再写第二种看看 如果第二种的写法 会比第一种的来的简单的话 那我可能就选择考虑用第二种 把它稍微改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提供给各位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 多一个参数 就是以后的话呢 这边其实是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就是step阶层 另外的话如果你要让它越来 就是前面 假设啦 前面的这个数字 比如说我要颠倒 假设啦 我们颠倒 应该不是 应该是99 1加到99 跟99加到1结果一样吗 当然一样啊 99加到1跟1加到99 当然一样啊 对不对 可是呢 假如啦 假如 其实没事不会有人这样 就是我如果要帮它反向产生清单的话 那大概就是什么 99到多少 到哪一个停下来 记得到0喔 1的话就是停 那就到2嘛 可是特别注意后面还有一个关键 请一定要加一个-1 才OK喔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1的话 那跟各位讲喔 它不会反向跑 它只会跑第一次 就跳离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喔 那这个写法跟那个VBA VBA里面有个step 其实到底是一模一 step了吗 空一格 有没有-1嘛 OK 其实也是类似的方法 OK 所以如果 我要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对啊 如果这样子 step 不不等 这样子全部加总 应该是减多少 应该是减2吧 减2喔 OK 就是 99 再来就97 对 减2 这样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一不一样 也是一样 有没有 2 25 意思是说 99 下一个就97 因为减2嘛 OK 再来就95 一直到1为止 OK 这样写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呢 特别注意喔 没事的话 不要写这么怪 有的时候明明就很简单 你干嘛要把它写这么怪 明明就可以 一般习惯是正向的 你没事干嘛写成反向 OK 不过还是真的有人想法跟你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有 所以有时候喔 我发现去看别人写的程式喔 你就会觉得很怪 因为你就是不会想这样写 但是别人就是会那样写 所以喔 像有时候真的看别人程式 倒不如有时候我的习惯 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假设说你就是他啦 那你就不是他啊 那你怎么知道他怎么写的 所以有的时候啦 写法非常的多种 甚至的话喔 在回圈里面呢 还可以结合什么 还可以结合另外喔 回圈的叙述里面喔 其实你还可以结合另外一种叙述叫 加一个break 也就是如果在回圈里面看到一个break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在这边就跳里了 OK 那不过这个break通常会放在一个逻辑判断里面 当某个条件为处才break掉 比如说这个地方喔 1到1000 有没有 那实际上就是到999 那可是实际上啊 他根本不想要跑到999 他是当他跑到99就跳里的话 那我可以在for回圈里面加一个逻辑 当他是大于99 就到100的时候 就break 意思是他只会跑到哪里 跑到99 就跳了 OK 特别注意喔 brea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叫continue continue的话呢 也 也会用嘛 不过说真的啦 我基本上很少用 基本上几乎没有用过 但是他有这个功能 我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你觉得哪一天你刚好又用到 你可以试一下 continue讲白话意思就是跳过的意思 跳过 跳过意思就是说 我就不要执行下面的叙述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怎么 加个continue这个地方意思说 如果他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continue意思说跳过 也就是说 他这边的输出结果呢 那就会是所有激素的部分 也就是偶数喔 这地方有没有 如果是偶数的话 那就continue 他就不执行下面这一行 他就跳到上面去了 这个叫continue OK 有没有用途 倒也是有啦 顺便讲一下 因为很少用 不代表没有作用 只是说我自己平常讲 是比较少用 但至少有这个功能 还是稍微讲一下 step的话就刚刚讲的 step的话可以是正值 也可以是负值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细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又要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底下的话 又要请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输出一个99乘法表 只要两个回圈 就可以把这个99乘法表给完成 乘四人基本上 好像只有三行还是四行而已吧 我看一下 好像只有这么几行而已 99乘法表 一二三四行而已 其实重量的话 只有三行而已 这print只是换行而已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执行一下 有没有 99乘法表就出现了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真的就完完全全 可以掌握这个4回圈 但是像输出这样的99乘法表 你光想都觉得有点头痛 但是呢 如果把它拆解来 逐一逐一完成的话 那你可能会相对比较简单 比如说也许里面是有两个回圈 但是如果你一次要写两个回圈 太复杂了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先写里面那个回圈 再写外面那个回圈 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像是会变简单一点点 那待会呢 再跟各位讲 怎么样写这个 究章表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就是 就是 刚刚 4回圈的部分 奇数 偶数的写法 有很多种 所以我刚刚讲 除了 可以用step 也是这种方法 另外的话 有break 有continue 也许 各位可以试试看 虽然说这些 里面加的叙述 不见得会 用到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以后看到 如果别人有用到这种break continue 那你就知道 原来 在回圈里面 还可以这样操作 试一下 那如果 有时间的话 想想看 究章成法表 怎么样写 会比较简单 试一下